不为自己求安乐 但愿众生得理苦 大家好 这里是禅语 禅语拜您聆听佛音 平息烦恼 安顿身心 大家知道 佛教如何看待 器官捐献的吗 事实上 佛教认为器官捐献 是属于布施内财 佛教当然鼓励布施 但是 就像很多人说的 神识未走 所以一定需要 打麻药了再进行移植 要不然 临终之人可能会因为太疼了 而起很重的称心 就下跺三恶道 以下是善知识开示 好的 各位菩萨 佛典故事让我们知道 当面对一个临命中人 在旁边随事照顾的人 都要很小心地护念着 这个随时要舍命的人的心 更何况于 临命中时没有正指导 仅凭自以为的善意 而造成错误遗憾 形成临命中的痛苦 引起他们的称念 导致他下堕恶趣 我们再想想看 那些对于决定捐赠器官的善心菩萨们 我们是给予赠叹随喜的 一般人认识 行善一定有善报 殊不知 没有被善教导 也就是对临终捐器官的 才能有正确的知见教导 可以免除 对于捐赠过程造成不必要的伤害 故而起 忏会响 颠倒起 形成下堕恶趣的情况 假如捐赠器官不是出自自愿 那么处理身体过程是会挣扎的 有人说 那不是已经死亡了吗 既然都死了 什么都不知道啊 怎么还有疼痛感觉呢 其实为了配合器官抢食采用 和移植受用的成效较好 都会在往生10至20分钟左右 尽速切除器官移植 当往生者刚断气时 呼吸心跳停止时候 这一生的记忆将转至第八时钟 导致夜的境界现行 就像播放电影片子一样 由上而下 一张张 一格格快速现前 每一张 每一格所造作的善夜 恶夜 或静夜 不静夜 皆一一呈现 无所遁形 无能脱逃 再来是进入死亡的阶段 在唯识学中称为正死位 这时 第八时开始舍身 若是造住恶夜 濒临死亡 在死前和正死位时 方有四大分离 种种痛苦相续发生 其实对于造住恶夜罪 或不及地狱罪的人 在刚死亡的时候 就是大约三到八小时以内 其意识仍然存在的 要在西脉已经断了三到八小时以后 才会断灭 意识存在时间的长短 会以每一个往生者 我执深浅的程度 以及善恶业的差别 而有所不同 又因为往生者 前签署器官捐赠卡 因此医生通常会尽快进行移植手术 以免器官败坏无法移植 换句话说 在器官捐赠者的意识 还没有完全断灭前 就得要开始进行器官移植手术 而医生也未使用任何麻醉剂 就进行动刀 此时犹如生人在未使用麻醉剂的情况下 动刀一样 是非常痛苦的 并且此时 他也无法用语言来表达任何痛苦感受 那种的痛 那样的苦 绝非常人可以想象的 此时往生者将会心生怨恨 怨恨为什么当初签署捐赠器官卡时 没有将这种过程 善尽告知 误以为捐赠器官的当时 真的可以很欢喜 很没有感觉地捐赠出去 想想看 当我们被仙人掌 玫瑰刺扎了一下 就哇哇地大叫 难以想象在我们身上动刀 切除各种器官的情景 这种痛苦更加剧烈难耐啊 因此会生起大称心 可能就会下跺三恶道中 本来捐赠器官是不失内才的大善行为 本应该往生善去才对 结果却因为不实的言语诱骗 而生称怒 下跺三恶道去 真的是划不来啊 弥勒菩萨在《瑜伽诗地论》卷一说 又将忠实 作恶业者 实于所依 从上分舍 即从上分 冷处随起 如此见舍 乃至心处 造善业者 实于所依 从下分者 即从下分 冷处随起 如此见舍 乃至心处 当之后食 为心处舍 从此冷处 便满所依 各位菩萨 经文已经很清楚地说明 人们刚断气 呼吸心跳停止 称为出死位 除了造大恶业去 向地狱者 和生无色界天者外 一般而说 第八食 是当一时 觉知心 完全断灭之后 才进入 正死位中 所谓的正死位 是指如来藏 已经舍离了 五圣一根 但是还没有 完全舍尽色身 一直到中阴身 献起建文 觉知之前 就称之为 正死位 就称之为正死位 第八食的舍暴 渐渐转移到中阴身 等完全转移到中阴身时 就完全舍暴 这样 才能够叫做死透 意思就是说 当准备要进入 临死位时 意识仍然有知觉与分别 因此 若做器官栽除 而没有打麻醉剂的话 往生者 势必要领受 无与伦比的剧烈痛苦 想一想 生前一念行善 却导致死后 躲三恶道中 如此报偿 实在很冤枉啊 然而此中道理 又何尝有人在生前当中 预先告知明白呢 唯有透过佛菩萨的开示 及善知识的教导 以及愿意接受被教导后 并且愿意思维整理的菩萨们 才肯接受啊 很多法师不懂其中 舍抱过程内涵 仅以自己的意识层面 了解而揣测 便鼓吹 信徒器官捐赠 甚至言说 哪有救人的 会下地狱的呀 如此这样错误的倡导 错误的推广 真的是很危险啊 从以上 佛典故事的开示 也明白告诉我们 虽已有立塔见似的 阿琪达王 因为临终前 在旁边照顾 伺候的人 仅是拿着扇子 替阿琪达王扇封时 不小心把扇子 掉落在他的脸上 就让阿琪达王 非常的生气恼怒 起了称慧 因为这样 命终之后 就受生为蛇身了 这个故事内容 这样明白表示 生前虽行善 但在往生中 没有妥善地照顾好 寄生嗔恨 转而堕落畜生道中 更何况在身上切除 动刀之痛苦更甚 更难耐 所以一切友情 在往生前 真的需要 很小心谨慎地照顾 当四大分离 不得自在 是往生者 正当痛苦时候 真的是要小心 如理处理 不得不慎啊 各位菩萨 佛典内容 所有教导说明的部分 也要善知识 教授内涵解说 才能明白其中道理 假如您已经签下了 器官捐赠文件的话 请您务必 再做一个补救措施 应该在器官捐赠文件上 加注 医师应于确定本人 即将于死亡 前五至十分钟 或十几分钟后 亡顾之时 先行注射麻醉剂 做全身麻醉 待麻醉剂发生作用后 方可于死后 立即栽除器官等字样 为何要这样去处理呢 因为死亡前施打 麻醉剂 纵然动刀割除器官 亦是以断灭而无痛绝 因此不会剧痛难耐 而生嗔恨 下垮三恶道 之汉事发生 并且与家属或同修之师 兄弟姊妹们 互相帮助提醒 也可以确保 能一所属条件 这样器官捐赠 这样才能圆满 我们发心不失内财 及救护众生的大功德 不过我们老实说 医生是否愿意 在死前施打麻醉剂 才做器官切除手术呢 这个要求还有待商榷 因为依于医学的角度和认知 医生们大多认为 没有必要 这是多此一举 还有也会因为死亡时间 较难预测 倘若施打麻醉剂 而导致捐赠者的死亡 还得附上 医疗法律责任风险 故此医生们 会放弃行使 全身麻醉的保护措施 由于生命无常的缘故 请在得知正确之鉴后 思维整理一番 好好的与家人沟通 请正视这个问题的处理 因为一切无常 避免家人在不知情 或被误导之鉴的情况下 擅自为您做主 擅自为您死后 去做器官捐赠 自以为成就 一爱人间的善行 使您被迫面对 剧痛难耐 而生称慧之心 促使您下垛三恶道 令者再谈 假如您已修得 四禅八定 具足的正量 一定要符合 经典所说的正经 不要依于自己 错误的认知 来说的正量 并且还要已经断了我剑 这时您所做的器官捐赠 才是真正舍内财的大菩萨呀 为何这么说呢 因为四禅中 西脉剧断 舍念清静 可以提前舍离色身故 所以不会因为剧烈疼痛 境界影响 产生称慧 而下垛三恶道 因为要进入 四禅舍 念清静定中 若再进一步 准备要舍弃色身的时候 这也需要五到十分钟的时间 才能进入和舍身 因此 应该要避免在这段时间内 让医生为您做器官捐赠的手术 所以说 如果您没有四禅八定的自舍身功夫 还是劝各位菩萨 确保能一所签署的条件 进行器官捐赠 这样 才能圆满我们发心 布施 内才及救护的功德 佛在大宝基金卷 九十也开示 唯有无声法忍的菩萨 只出地满心以上的 在家或出家菩萨 可以做头目之分布施 这种布施 是为大布施 极妙布施 这种布施 不是无声法 忍地上菩萨以下的人 所能办到的 而且 佛开示 在家菩萨 财师有两种 有外财布施 指的是财物等布施 内财布施 指的是护持正法 而牺牲生生命等布施 以上可得知 佛在教导菩萨行布施时 会依众生学习佛法的次第 及正量而行布施教导 总和来说 佛教对器官捐赠的善行 是肯定的 而且也随喜赞叹的 所以我们既然要学习布施 当然要有智慧处理 也要详佳了解 不当布施的后果 所以不可以不知道 这个不失内涵 和不失次第的道理 大家对于器官捐赠 是怎么看的呢 欢迎评论 好了 居士到豹国寺去见他 请教了大师一个问题 这是这位居士 所在地发生的 一个真实的事情 那里曾经发生了 一个车祸 客车里坐了四十几个人 司机夜行开车 不小心就从那个山路上 冲到了那个水里去了 四十多个人 包括这个司机 都遭受了灭顶之灾 第二天 很多人就去营救 发现江边的岸上 坐着一个三十多岁的女人 大家就问 你是怎么回事 这个女人 正是出事车上的乘客 其他人都死了 但她活着 但她怎么一个人 坐在岸上呢 旁人问了 她却说不清楚 问什么她都不知道 但是 她确实是在岸上 身上没有诗 这个事实 大家都很难去理解 当地报纸 都作为一个奇闻 进行过报道 所以 这位居士 就把这一桩事情 拿来问印光大师 到底是怎么回事 在场的 还有其他人都听到了 但当时的印光大师 没有怎么回答 只是在这天傍晚的时候 印光大师 让逝者给居士 带去一个纸条 印族写了几行字 大概意思就是 死女人 命不该死 佛天鬼神 便把她救的方法 预先准备好了 想必如是 这寥寥几句 包含的意味无穷 一个人 如果素食 有很大的善德 她不应该遭受贡业 她可能 有她特殊的别业 但这一次 她不该死 于是 就会有善神 佛天鬼神 会帮助她 会救她 当车冲到水里的时候 作为凡人的她 是绝对没有办法 来拯救自己的 这是贡业 然而 佛天鬼神有力量 一股力量 把她送到 车外的岸边上 世间的很多因果 都是这样的原理 在这条纸条上 印祖还用 很平淡的语言 讲述了 另一个事情 这是民国 十几年的时候 山东有一个寺院 建成以后开光 开光庆祝 请了一个戏班子唱戏 很多人都去了 其中有一个居士 他带了一个小孩 也去看大戏 到寺院里面 看到旁边有口井 小孩调皮 奔跑着坐在井沿上 还没来得及阻拦 孩子就扑通一下 掉到井里去了 这下大家都慌了 做父母的赶紧派人 用竹杆打捞 并不是很宽 却没有感觉碰到人体 感觉里面根本 没有掉进去的孩子 就这样 打捞了很久 也没有下落 做母亲的很伤心 哪知道 回到家里 居然看见 自家儿子坐在床上 全身都是湿的 因为这件事 所以他特别出资 在那口井旁边 盖了个亭子 立了一块碑叫 圣井 这是我们现在的科学知识 所能解释的吗 但是它确确实实是 存在的事情 每个人都有业障 有些业障 只和自己有关 有些业障 会牵连到别人 或者是和一群人 一起受难 这个全体遭罪的 灾祸业障 我们称为贡业 在大的贡业中 我们可以放眼到 地球上的灾祸 比如地震 龙卷风 山火 小的贡业 很多就发生在 一个家庭中 而这种小家庭的贡业 往往会让很多 普罗大众烦恼重重 一位佛友询问我一件事 他说他有一个信佛的男闺蜜 有个看上去还算可以的家庭 但是有一天 他发现自己的父亲出轨了 在男闺蜜的追问中 父亲承认了这件事 人总该有惭愧之心吧 但这以后 父亲又多次出轨 为此 男闺蜜痛苦不堪 如果因此和父亲打架 也是不孝 如果让母亲知道 家庭肯定破碎 佛友希望我因此写些什么 来给那位男闺蜜看看 让她有所释怀 每个人都有各自的因果 每个人都有与他人周遭的 共业因果 个人因果的时候 受罪只有一个人 共业因果的时候 一堆人一起受罪 比如天灾人祸 这就是共业灾祸 而这位佛友所遭遇的 就属于共业因果的一种 家人之间最容易有共业 一个人的错误 会连带着一家人受到牵连 共业要怎么解决呢 先把自己脱困出来 共业虽然是大家一起 要面对的业缘业力 但是在其中的每一个人 都是不同的受体 分别都有属于自己的 那一部分的业力 先把自己那部分业力解决了 状况就会好了很多 对于别人的部分 以后再说 这位男闺蜜当下要做的 不是去打父亲一顿 也不是向母亲去告状 事实上 这两种方法 对事情本身没有任何好处 反而可能会越弄越糟 在我所知的方法中 念经持咒的修行是最简单 也最能在不违背因果的情况下 解决问题的方法 这个时候 痛苦和迷茫的感受会消散 此时 属于男闺蜜所要承受的业力部分 就已经化解了大半 因为这种 看着父亲出轨的痛苦感受 就是他作为 贡业边缘人士 所要承受的一种业障 因为念诵了一些经文 人的周身 磁场和射招力 就会不一样 这个时候 你可以再和父亲好好谈谈 也许届时会发生不同的效果 当然 也可能最后结果一样 父亲还是任由自身的恶习气 和外面的恶缘女子 持续着某种关系 这时候 你只能让他去 人生在世 只有三件事 自己的事 他人的事 老天的事 我们能管好的 只有自己的事 即便是面对父母和子女 亲成这样的关系了 你还要知道 那都是他人的事 我们无权干涉 听上去很冷漠 但这却是人与人之间 最真实的状态 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因果 个人因果 只能个人了 我们至多是从旁相住 但不能越祖带袍 从旁相住是什么意思呢 一 如果母亲知道了 心情大为悲伤 作为孩子 应该多多安慰 帮忙疏解开导 二 努力 念经持咒 将所念诵的功德 回向给父母 并希望他们之间 恶缘化解 善缘增长 三 事情若一直是隐瞒状态 母亲能一辈子都不知道 你就让她一辈子不知道吧 不必刻意揭穿 这样反而能快乐地活一辈子 做到以上三点就够了 反过来 很多父母对孩子的婚姻 也应该如此 不要过多干涉 好或者不好 让每个人自己去面对 你只能从旁相住 不能代替孩子做决定 我之前看新闻 有个女的被同居男友 砍了六十几刀 醒来之后 却对警察说 他们是真爱 还要警察放了那个男人 他要和他白头到老 如果你是这女孩的父母 是不是揪心死了 是不是会冲上去 把孩子关起来 不让他再和那个男人 有任何联系 以免下次真的被砍死了 这是人之常情 做父母的大多会这么做 但是 这解决不了问题 在业力牵引下的人 脑子就完全糊涂了 旁人都能看得懂 厉害关系 他本人就会看不出来 这种人 看一坨屎 也会觉得 和梵高的抽象画一样 充满了艺术气息 你强行拆开 只会使孩子多生怨气 一辈子都怀恨在心 觉得父母毁了他 这辈子最美好的爱情 有些父母或许会说 我就算是让他恨我一辈子 也要为他做出正确的决定 把他导向正确的人生道路 对不起 别想太多了 我见过这样的社会新闻 最后孩子选择跳楼自杀 等事情到了这个地步 父母根本无法 为当初的决定 承担起相应的责任 除了哭和后悔 别无他法 要真正帮助家人 绝对不是直接介入到 他和另一个人之间的 业缘关系中 然后偏帮一方 这没用 旁人只能以旁人的方式 去帮助事件的主角 其中我们最推崇的就是 用修行佛法的功德 去回向自己的孩子 和对方之间 恶缘消除 善缘增长 人会做错事 背后都会有 业缘业力的影响 修行佛法的功德 可以彻底改变这个部分 只要这个改了 一切人事物 就真的会跟着好起来 这是我们能给予 自己关心的家人 最好 最根本 最彻底的解决方法了 好了 魂魄接入六道轮回 暗生前善恶功德罪孽 分上三道 下三道 今天 我们来谈谈曾经轰动一时的 台湾 无林亡妖 戒尸还魂事件 六十年前的台湾 榆林县 麦辽香 发生了一桩令人匪夷所思的奇案 三十七岁妇人 死而复生 却成了十七岁少女 事情要从一九五八年说起 那一年 在台湾的金门县 发生了著名的八二三炮战 当地的百姓 为了保命纷纷坐船出逃 而其中就包括 当时年仅十八岁的少女 朱秀华一家 在逃难过程中 朱秀华的父母 被炮弹击中身亡 而朱秀华所坐的船只 也被炮弹击中 索性没有沉没 在海上飘荡了三天三夜 最后在台湾的榆林县靠岸 一名好心的渔夫 救起了奄奄一息的朱秀华 把他带到了岸上 而赶来的一些村民 却看到朱秀华身上 佩戴的珠宝首饰 心存歹念 他们偷走了朱秀华身上 所有的珠宝首饰 并且把朱秀华 重新扔进了大海 就这样 本来阳寿未尽的朱秀华 含冤而死 又因为尸体 被抛入海峰岛附近的海中 其魂魄久久不能投胎 成了孤魂野鬼 而另一边 在云林县有一对出了名的 魔犯夫妻 吴秋德和林网妖 他们不仅夫妻关系一直很好 并且由于孝顺长辈 在当地也是出了名的孝子 1959年 其妻 林网妖突然生病 被送入医院进行治疗 医生经过全面的身体检查后 居然查不出其得病原因 而眼看着妻子一天天的衰弱 而丈夫吴秋德 却束手无策 妻子的体温不断地下降 最后冷得像冰块一样 而就在医生开出病危通知书 林网妖昏迷整整三天三夜之后 她却奇迹般地苏醒了过来 病情也迅速地康复了 但是恢复后的林网妖 却变得非常奇怪 她坚称自己不是林网妖 而是18岁的少女朱秀华 她是因吴德秋一生行孝 功德巨大 而奉地藏王菩萨之命 借其妻子之身还阳 陪伴吴秋德走完下半生 所有的医生 亲戚眷属 都以为林网妖 是不是因为德病后疯了 或者有什么双重人格的障碍 但是仔细观察 苏醒过来的林网妖 确实与以往有很多与众不同 首先 林网妖醒来后 就不认识来看望她所有亲人 而她说话的语调 也由之前的 鹿岗腔变成了金门腔 她变得比以前更灵活 更有精神 原来一直吃荤腥的她 却说为了报答 地藏王菩萨的救命之恩 而吃起了长素 更加离奇的是 林网妖之前是一个文盲 是一个字都不会写的家庭妇女 醒来后 她却写的一首好字 甚至之前只会在厨房忙活的她 会帮家里算账 干起了农活 如果林网妖判若两人只是因为人格障碍 那也无法解释 她为何突然会写字 林网妖的这一连串 让人大开眼界的风骚操作 不但震惊了身边的亲人 还惊动了当地的大量记者 甚至当时的执政者蒋介石 1961年 佛光山的星云法师 和一位来自金门的居士 拜访林网妖一家 从未去过金门的林网妖 居然和居士侃侃而谈 关于金门的景物和建筑 就像自己在那生活过很多年一样 如果以上的变化 还只能算是人物性格和习惯的变化 那么接下来要叙述的 就是更让人感觉济精四作 苏醒后的林网妖居然有了通灵功能 对于事物的喜迹和运势的流转 往往能做出极为精准的预测 要知道 丈夫吴秋德之前 只是一个土木工人 经过亲一子林网妖指点后 进入了建材行业 之后身价暴涨 成为了当地有名的富商 而只要吴秋德做林网妖不认可的生意 或者工作 往往一败涂地颗粒无收 就这样 2018年 年近97岁的吴林网妖 陪伴丈夫走完了人生的最后一段旅程 从苏醒到离世 她作为吴德秋的妻子 多陪伴了她整整60年 当时这件事爆出后 轰动全台 当然很多人自然是不信的 但是警方派人调查了死者 朱秀华的背景 发现 与林网妖所述吻合 警方又认为 林网妖可能是得了神经疾病 但是医院检查后认为 林网妖如今也和正常人一样 无法判断她是否是精神出了问题 朱秀华借师还魂案件 有几点让人匪夷所思的地方 一 林网妖是麦聊乡人 崇贤从未出过远门 当她醒来自称是朱秀华后 说话就开始有了厦门口音 二 林网妖原本37岁 但自从死而复生后 她整个人的行为举止 完全就像个十几岁的小姑娘了 符合朱秀华的年龄 三 林网妖不但对自己的过往 完全不记得 也不认识自己的亲友了 反而是对朱秀华的过去 如数家珍 四 林网妖此后总是在家中 对着空气说话 她声称是家里来的客人 那些都是她死后 帮助过她的人 亲人对此也很诧异 这些匪夷所思的地方 慢慢让很多人相信 李网妖所言 因为滴水不漏 林网妖此后 便以朱秀华的身份生活 身边人也都以朱秀华称呼她 她也开始修建庙语 开始了吃灾念佛之路 2019年5月23日 97岁高龄的林网妖 寿中正寝 林中遗言说了八个字 时间到了 我要回家 便撒手人寰 据她重生整整六十年 朱秀华事件 六十年来仍是未解之谜 令人称奇 原因在于 对于此事 还是缺少非常详细了解和证据 比如 现如今各种资料 对朱秀华 借尸还魂事件的介绍上面 有的说是1949年 有的却说是1959年 简直大相径庭了十年 连年份都混淆不清到 差距这么大 更遑论想得知当时的真实情况呢 所以 朱秀华借尸还魂事件的真相 无法得知或已被掩盖 这种无法得知 来自于当时的科技 媒体和今天的差异 事实上 除了朱秀华 与此类似的再生人事件 在中国大陆也有 还不少 比如江西就有一个 专门属于再生人的村 那么 再生人又是否真有前世的记忆 会不会是编和骗的 有僧人解释过 佛说的鬼 神等等 是存在于另一个纬度 因此一般人看不见 你只有达到那个纬度才看得见 就像是科学上说的 二维 三维 四维等等 不排除很多科学家 都承认了佛学 有其正确性 这或许是用科学来解释 轮回再生 借尸还魂的一种方法 诚然 也得清楚 并且明白这个事实 科学解释不了的事情 其实还有很多很多 这是留给我们 和我们的后人解决的 也恰恰说明 人类迄今为止 所知道的事情 其实十分有限 比如马航失踪案到底怎么回事 对海洋的了解又有多少 更何况对宇宙 还有人类的灵魂 好了 本期的视频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 感谢您的观看 参与陪您 聆听佛音 平息烦恼 安顿身心 如果您也喜欢本期内容 请给我点个赞 还可以在右下角点击订阅 或者分享给您的朋友 您的支持 是我最大的动力 咱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